在华夏历史上有十六人的名号无比雄脉 可谓旷古绝今霸气十足 这些名号中有的是自封而得 有的是后人称颂 您觉得哪些是实至名归 哪些又是浪得虚名呢 一 横扫六合 统裕八荒 七世之列 一同九州祖龙 秦始皇 二 秦之汉将 称兵战国 功法天下 使秦低业人屠杀神 白起 三 颠覆暴秦 割裂天下 与之神勇 千古无二西楚霸王 项羽 四 献策定秦 破诏灭伐 降烟夺起 何为灭楚兵先神帅 韩信 五 统一北方 占领八蜀 收复西域 大至前秦大秦天王 福坚 六 诛灭时事 建立染位 杀狐令出 天地昏会 武道天王 燃敏 七 草莽枭雄 叛乱谋反 自立称帝 掘墓南梁宇宙大将军 侯景 八 代州建随 结束分裂 开皇之治 奠定圣唐圣人可汗 杨奸 九 封无可封 天策上将 千古明君 圣治大唐天可汗 李世民 十 肖武绝伦 反随秦帝 建立西秦 大破唐军西秦霸王 薛举 十一 起兵瓦岗 归附大唐 位列灵烟 陪葬昭陵混世魔王 程咬金 十二 大唐高宗 版图集圣 永辉之治 堪比贞观天皇大帝 李治 十三 冲天透长安 满城黄金甲冲天大将军 皇朝 十四 嬉闹皇帝 化名诸寿 亲征平乱 树战告劫威武大将军 诸后赵 十五 南明于辉 东南抗清 驱和 收台 建立明镇开台圣王 郑成功 十六 起义领袖 开创天国 功获满清 半壁江山太平天王 洪秀全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 黄金甲偁